来自意大利以及英国的两位果雕大师 22号前往新店庄镜高职进行示范教学 大师们以利落快速的刀工 将各种蔬果变成了微妙微俏的果雕作品 让在场的同学们大开眼界 而透过了这次面对面的经验传承 让同学们都觉得受益良多 配合8月24、25日两天将在三重综合体育馆登场的 2013新北市果雕技能竞赛 继国际交流活动 新北市劳工局特别安排 来自英国以及意大利的两位果雕大师 来到了新店庄镜高职 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果雕示范教学 英国果雕大师David的利落刀下功夫 令在场的同学们都叹为观止 大师他们雕很细腻啊 然后很有创意很有特色 David擅长夸张人物雕刻 西瓜上这周杰伦的肖像便微妙微笑 在2012年他就曾被英国ITV新闻公认为最快的雕刻师 新北市劳工局局长谢震道 以及庄镜高职校长李俊雄表示 这场国际交流除了可以让同学们 见识到国际级大师的精湛果雕功夫 更能透过经验传承提升果雕技巧 希望他们能够见识到国际上这些果雕的师傅们 他们的一个风格以及他们的雕工 然后让他们了解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 然后也能够从这个过程中能够学习到一些雕刻的技能 现在的生活一起讲求创意 所以学生学了基本的功夫 但是到了职场上去没有职场经验 所以今天来这个交流 也看大师的创意和教学非常有意义 新北市劳工局指出果雕技能竞赛正式活动 除了邀请了国内外大师现场表演外 还有百组选手同台较劲 国内知名的范廷业者静态展示等等 保证为大家带来一场丰富的视觉饗宴 记者陈平站门齐新店财报报道